就是学学生汇报作业的时候 好好演啊 这首就开我上场 1996年 已经在几部电影电视剧中 担任过主角的赵薇 做出了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决定 在考试中 她遇到了她的伯乐 北京电影学院崔辛勤教授 崔教授对赵薇可谓一见钟情 给了赵薇艺术分 全国第一名的好成绩 因此还在同学中 流传开了一个有趣的说法 第一眼我没有觉得她像我 我只是觉得在哪见过她 就是这样的 就是没有觉得她像我 后来等她考取以后 学生在底下悄悄的议论 说她可能是崔老师家的亲戚 还有人传说是我的私生女 就我完全不知道 是挺像的 眼睛好大 也是眼睛很大 崔老师以前也是一个挺好的演员 我记得我小时候还看过她演的 什么百合花什么竹啊什么的 其实我也很抱歉 我一部也没看过 好像是演个农村女青年 还是演个巴鲁军的战士 反正就类似这种角色这样的 一看就没看过 积极上镜的这种 应该长得很像 能不演积极上镜的角色吗 我们刚才看那是你在电影学院考试时候的镜头 是吗 你在试朗诵吗 那是还是唱歌 应该试朗诵吧 你朗诵的是什么 估计你的记性也记不住了 反正好像是复活里面的一段对白 我已经忘了 就是那个女孩子好像在追一个火车 看到她的爱的人远走 然后还怀了孕 然后特别复杂的一种情绪 在她念这样的 你当时自己掉眼泪了吗 好像没把我自己感动了 看底下那个评判老师被感动了吗 也没有 因为我觉得老师其实是透过这些考试的东西 去看到我的特质了 就是我的 我对很多事情的反应和状态 我觉得她是看这些 而不是看你这道题答得多么多么好 这是一部分 还有部分就是你在答题过程中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她看的很多看的是这个 所以我们班进来很多同学都是那种 朴实路线的居多这样的 你把自己也归于朴实路线吗 我可以朴实路线这样 你当时去考自己内心把握有多少 没想过 就是想过全心全力的去考 根本没想过考上还是考不上 就像我去考研究生一样 就是全心全意的去考 没有想过后面的东西 那你想要考不上我干嘛去 继续拍戏吧 那时候片约多吗 还挺多的 都是些什么样的角色找你当时 我很幸运的 我老是演那种主角 确实是我演配角的很少 就是因为我演了一部主角 才让我去考大学的 因为你想想看 我30级的女主角 在我一从那个学校毕业了 就等于说你演电视剧 你到头了吗 演一个长篇的女主角 所以演完了才让你空虚 那是那个怎么样吗 那还是去读书去吧 你要一起演配角 你会想我要争取演到主角 我直接就上来这样 我就觉得啊 已经看到了 您才演了一部戏就觉得空虚啊 是啊 如果我一部不成名的话 我就已经寂寞至死了 我真的就是 因为我我也是没有过程 就是就说 从小角色慢慢慢慢变成大角色 这样子的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 哎呀 也没有什么 最后演个主角 30集下来几个月 好像也没有太多的 让我觉得有所收获 那时候我觉得 小孩子就会讲 做什么事情 不是说有获得报酬 而是对于人生啊 什么有什么收获 后来一检查 收获非常少 还不如去念书 就去念书了 在北京电学院上学期间 赵薇最令老师津津乐道的 是她优秀的专业成绩 和生活中 时常会犯的小迷糊 赵薇所在的96级表演版 虽然被赵薇形容为 朴实路线 但是却是人才辈出的 一届明星版 陈坤 郭小冬 何林 黄晓明 刘兹等 都是赵薇的同班同学 尽管高手如云 赵薇也依然是班级中 最引人瞩目的学生 她就是 她确实具备了一些 做演员的一种潜质 这个她的入学的时候 她是第一名 那么最后 她在班里面的表演课的成绩 确实 如果不是因为 今天迟到啊 明天不借小道具啊 然后那天又不跟学生排练啊 不扣掉那些分 我们打分是 实际她应该比方说得到95分 她应该得到95分 但是呢 实际上得到的会少于这个分 因为就是她就是 小迷糊 就是反正经常要比你 有一点小麻烦呢 到了北京上电影学院四年 你们那个班里像你说的 都是那种叫什么 特别淳朴类型的 对 你的专业课怎么样成绩 在你们班里 全校 全国第一考进去了 我是全国第一考进去了 但是我知道上课以后 在班里的成绩 好的 一直是 一直是 前三名这样的 你是什么班长 学习委员 有这种事情 我们老师拿来给我呀 我们老师只是到那种 就是学生汇报作业的时候 好好演啊 这时候就开我上场了 然后那种带大家去做这些各种拔草啊 然后去打草厨啊 这种活动就是千万记住 稍微别迟到就这样了 我做不了班长 但是我是属于那种 每次汇报作业的时候 我的分量都特别重 因为我 我们的作业就是教小品 但这个小品连编剧 服装道具 所有都得自己想 然后我每次教的小品 老师都觉得 他教的小品很有意思 演的也不错 所以有时候汇报的时候 我的作业就特别多 你们全班出五个小品 我有时候自己参与的就有三个 主演的就有两个这样 嗯 你是属于那种专业课很好 但平常生活中很迷糊的学生啊 我觉得专业好就行了吗 当然这也不对了哈 你别别的地方多记着 那种清晨书我多累啊 因为我觉得该好了就好 那就可以不好的 也不要让自己那么辛苦 你天生就是一个迷迷糊糊的小孩 是吧 比如说上课可能会有会迟到 对对 我那时候特别幼稚 非常幼稚 那时候我进大学之前 我不是在社会上工作过一年吗 这给我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我觉得我不那么纯洁了这样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在社会上 已经磨练过一年了吗 跟一个小孩子从高中进大学不一样 就你说你不是一张白纸了哈 已经画了点东西 我都工作过 我都挣过钱 然后后来就想 我进大学以后 我一定要做个纯洁的孩子 然后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誓言 我真是这么想的 太愚 不要愚蠢 太幼稚了 我说我进大学以后 我再也不撒谎了 真的 我就想 我再也不撒谎了 然后 我什么事情 就是我一定要 我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我一定要把社会的习气丢掉 这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然后后来 我老师我在等汉堡包 然后他在那 微博了 那老师不熟 我等他熟了 拿出来到教室 我就迟到了 大概多少时间 那我们老师觉得我在气他 真的觉得我在气他 专门语气气人 如果是我对 我说老师对不起 我的那个汉堡包 一直就没熟 我是你这语气 那语气是诚恳的 我是这个语气 所以我们老师就是 也很喜欢 我就刚刚讲话的老师 他觉得 我这个一定有一点问题 这样的 我觉得一定有点问题 这样的 坦率真诚是他的标志 听说你的性格 可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做一个明星 就是你没有经过 一个准备的过程 突然你红了 会不会就现在翻译 现在看来有点傻 当时我不应该那么跟记者说 有点太值了 当然当然 当然学费交了很多 留言非议让他愈错愈有 这些年我看到你 慢慢慢慢慢慢 好像有一点 有一点变化 就觉得你不像以前 那么快乐了 我其实还是挺快乐的 就是不敢让人知道 那样 为什么 风雨过后 他依然存在 二世群帮 你有什么特别大的野心吗 比较我要得什么什么影后 你已经得过一些影后了 具体的 你看像我这种 不会撒谎的人 我们就不说了 对吧 然后 读一有约 明天继续解读双面照背 爱你 在之前 然后 看吧 掉吧 我 istem 中文